好 星期一財子通成 我們嘉賓又進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 熊麗萍Kanita 幫我們分析大使 Kanita 你好 你好 歡迎我們正在看的觀眾朋友 先講講恆子 升近196點 算不錯 算不錯 一月期止升175 總成交今晚1077億 還好看到內地股市都升 大同港股都有一些聲勢 宏觀的大使走向 也說了ATMX 因為帶著港股 有機會再爆上去 也要靠騰訊 也要靠微團 當然 今天好像很聰明 對嗎 整體金融股今天都很大貢獻 宏觀大使交給Kanita 我們先講講他 對 如果你說今天的大市 我覺得比我預期的好 因為我預期的今天 就好像早段的時候 市應該在26000 或者樓下 甚至在26000 都可能要先整股一下 但是 接著出了CPI 之後 A股就升 所以帶動到我們 都做好一點 不過 其實你見今天 再上來 其實有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ATMXJ 跌了之後 全部上來 這個是對市場的氣氛 也有幫助 但是其實 如果你看看今天 最主要升的板塊 都是一些落後了的傳統股 你見內銀 匯控這些 內銀 跟著一些飲品 還有失能源 今天就不行 你見傳統股這些 升上來 那你就帶起到指數 一帶起指數 你延伸經濟股又不跌 那你變成就可以幫助到指數 上來26000 我想短期都是 你要看看 究竟是不是兩條腿一起走 如果你是單腿走的話 其實都很難再破上個星期的高位 上個星期26600 還有我始終都覺得 現在是留意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數據 第二就是政策 政策呢 我相信 都還是不斷有的了 差在呢 就是說究竟是 哪一個行業 或者甚至乎 現在講的互聯網平台那些 那是不是還會陸續有呢 我自己覺得會 所以我暫時覺得 市就不是說 現在已經是叫做 轉勢 我覺得還不是 你要兩個板塊 新的經濟股 和傳統股一起升 那就差不多了 但是新的經濟股 特別是互聯網平台股 消息都還是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 不是一個持續的聲勢 那譬如 三日九零 其實好像星期六日 都先有些罰錢 消息出來 誰不知咬腰就升回 升4% 就是你 不是那麼容易解僱 我覺得美團 我們做節目很少說美團 意思是什麼呢 有時候 它壞消息反而還會有一個 那一次都是的 9988 即是阿里巴巴罰180億那次 都是的 反而升 一罰就升 當然我自己覺得 你罰款當然不好 但是第一 你看他罰得多不多 第二 就看看究竟 罰完之後 大家覺得有數得計 你罰他這麼多 我起碼知道 但是你一直都沒有的話 我一直都不知道 所以反而大家覺得 起碼消除了一個不明朗因素 但是這個不明朗因素 不是等於全部 是 只不過是其中一部份 是 加上 現在它還沒有證實 都是消息 所以 今天我想都是 人們對這個消息 正在消化 即是說 就算他到時出來 證實是 起碼有個數目 我們要預算 10億美金 那就是 就是 3690 所以其他那些是怎樣 還沒有捱結 所以 我想美團 純粹今天 就是有一個反彈 但是我一直都覺得 美團 如果你喜歡炒的話 這麼多隻 就是ATMXJ的股份 美團的幅度是足夠的 只要你看多一間 它隨時有10% 10多%給你 你捉到的 今天都上來 220多元 不過我想230元 就差不多了 所以 散戶自己 要看處創圍 我覺得 不是那麼容易玩 每個人都覺得 那你說 九九八八就再多消息 就是 你以為他上個禮拜出份 業績多好 想不到 就是突然間 我今早做電台的時候 勇哥又要出來解話 又說 有那些 性醜聞 其實都 挺古怪的 就是這些事情 就是 首先我在想 那個是不是一個高層 如果是那些小樓盧的話 其實 事有發生 那些公司可以蓋得住 或者可以 解決 或者立即炒了它 或者其他事情 為什麼會發酵到 來香港媒體都會知道 那直接 央視都 也有些官媒出來 炮轟阿里巴巴 就是說他 不要以為自己夠大 然後就可以 叫做隻手遮天 類似的 其實 都是個別人的行為 我自己覺得 我猜阿里巴巴的公司文化 不會是這樣 我們自己個人來說 很尊重女性 就是 都是這樣說 說的一定是這樣說 所以 其實你覺得現在近期 尤其是面對很多政策的時候 會不會是官方媒體都過路發酵了 或者官方媒體說一句 就已經等於 阿爺說一句 等於政策 因為 剛才我很認同 Cornita說 如果政策一出 扶持的扶持 支持的支持 就是三孩政策 就是真的政策 不是官方媒體說的一些 哇 就是發酵 或者一些炒作 我不敢用炒作 就是官方媒體那個 發酵 或者那個論調 等於 你芯片方 今天都是央視說 就是叫做 不要炒 是的 缺花不是炒花的原因 意思就是 缺芯片不代表是炒芯片 因為上個星期四 其實已經有一個 說 芯片有機會 團職居旗 已經倒過一棍下去了 喂 這樣就難搞了 喂 老實 就是炒工需 理論上 需求大 供應少 水漲船高 但是 我捉不到這個節奏 難搞了 你開過981 中心國際的圖 來看 哇 多誇張 高低波幅 有時候你炒 即日也夠玩 如果夠贏 或者夠輸 我不知道你賣上 還是賣下 觀眾朋友 你怎麼看呢 Cornita 我想真的 近期說 不論你是官方的 或者是官方旗下的一些媒體 說話 都會有力 等於 就好像政策一樣 即他公佈了一些政策 當然我自己覺得 他不是公佈政策的 但是 現在這陣子 大家唯有跟著 即是你跟著官媒去做事 短期都還是湊巧 但是這些官媒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想 他一方面是先放定風扇 即是說 這些 就是準備要做事 不論打壓好 支持也好 所以我自己覺得 肯定是有參考作用的 是 爭在下一步 究竟是否正式有政策出 還是說完之後 大家也會收手 譬如你炒芯片那些 收手 於是就可能不需要 還有進一步的措施 所以其實 我想對這個官媒的反應 比較敏感 都是正常 尤其是從這個 投資 投資 或者投機角度也好 你要看著 但是看著的時候 你會知道 他下一步有沒有事情 做 就像剛才所說 如果你根本都 按到的 不需要 但有些可能 真的要出政策 所以我想 絕對有那個 留意壓制 但你說會不會 真的過度發酵 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 不相信的時間 就沒事的 大家相信的時間 你就唯有先相信 你不要現在這個時間 逆市場 或者逆這個政策去行 對 因為他都是接近 風向點 對 我們又不能夠 隔了這麼 十萬八千里 去揣摩 這個意思 他說 央視說得是 就是 不過 理論上 那些九八一 我覺得 九八一 是 其實這些是 中國在打國際線 你那個 芯片含量 都是一個技術競賽 等於一個軍備競賽 為什麼我這樣說 譬如 你看到 那時候中美貿易戰 要打到他 打隻九八一 你就知道 技術含量一定是很高 高到別人國家都覺得 你很威脅 你很威脅 讓我弄一弄你 這樣 如果這個是 柔柔的 他都免得搞你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不過 我覺得 我沒有課 不過 令到我自己 近來 如果想轉倉 原先想轉入 芯片股 或者碳中和股 但我自己也有一點 卻步 那 Cognita 你自己 你有什麼 投資建議可以給到 那些省國民 你說 如果避風說 靠拍 會是靠去什麼板塊呢 如果你說 芯片這些 我自己覺得 他主要針對的對象 就是 你忠心這些 我不覺得 他會真的 在這段時間 亂去抬價 事實上 如果你說 他本身 他現在最重要 就是擴大了產能 做到生意 因為他 美國對他來說 都有很多製造 所以你說 抬不抬價 應該就不是這些大公司 而是在周邊 或者是有些代理 或者是中介 他們會不會去找小的廠 他們可能在這段時間 順勢就有錢賺 於是就抬價了 他針對的是這一類 等於當時的 光復的多正規 亦都是 就是 一下子多的 多了其他生產 甚至是中間 但是中間 那你變成了那些貿易商等的時間 你就變成了 那個價錢就炒到亂了 是的 那如果你說 今天 為什麼中芯和華雄都要跌下來呢 我想這個消息 是借勢 發揮一下 但是真正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當然 你少了人 那些針 真的可以控制到 不要炒的 那你變成那個價格 是有機會要落一點的 但是整體來說 目前 那個供不應求的情況 都是嚴重的 是的 那所以我想中芯國際 是因為 上個星期出了業績 那它上去30元以上 那你今天借著這些因素 下來 我想26個領 其實我覺得也有吸引力 是的 那華雄就早前跌了 升得更加 那所以 變成今天 就跌得更多 但是整體的晶片 我相信 很難會解決到 那個供不應求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 新片股現在這一陣子 是想打擊的 不是打擊這些 就是想打擊一些小的 或者一些現在市場 趁著現在這樣 就希望去賺錢 那些就影響大 但是新片看到 台積電都再講 加價了 大佬都講加價 那所以你這些 正正式式 去做本行的事情 那我就看回市場 有條件是加的 它也會加 就是第一 第二就是成本 是加價 是的 就是你的工資 貴了 或者疫情的緣故 又有些 出貨 那些制口 大家都知道 類似是這樣 但是相對的問題 會緩和的 我都覺得 911是值得看過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 跌多一點 大家可以 今早是不是26元 最低的 今天 最低的 26.6 另外26.6 可以試一下 好 轉個角度 看看 官方媒體 都評擊 醫美行業 亂象 貧生的現象 有些 較少 浙江省的代表 2135 瑞麗 伊美 那時候新股都有抽 這隻相對錯很多 其他醫美股 都有一些 比較顯著的跌幅 譬如 1830 改了命 完美醫療 都不算跌很多 不過現在去到7元 這些水平 跌好了 未呢 以至整個板塊 是不是更加多 一些監管呢 這樣 因為 我們覺得 這一段時間 譬如 回到剛才的討論 就是說 官方媒體 講完之後 他說有關部門 應該加強監管 加強監管之前 有權是跌下來 到真的監管 那個監管 會不會太嚴厲呢 嚴厲到影響到做生意 或者盈利能力呢 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 去到 什麼叫加強監管呢 有權是 他們 醫療 官方 醫藥方面去監管 另一方面 如果去到 文化產業那邊去監管 那個 那個是一個 再嚴重一點的發酵 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你醫療方面的監管 就是說 一些東西用好一點 不要那麼多 醫療事故發生 這個 我覺得完全是正路 而 相對發酵的空間不大 但是如果呢 內地方面呢 在文化部 文宣部 出一些評論出來 大家不要 追求這些 醫學的美麗 等等 這個可以 上綱上線 很重要 據我所知道 就是大家 不鼓勵那些 整容文化 那就很嚴重 那 你覺得 關於政策陰懷 有時候我們 近兩年 研究得多 你覺得是走邊邊 兩樣都有 我覺得是兩樣都有 那 是不是不要碰 因為 我其實 之前已經說了一些 不要碰 醫美 其實等於 你教育之後 跟著 一些健康 這類 一定是對象 尤其是 你看到內地 這幾年 對於那些 醫美 醫療 OK 醫美 就是另一件事 醫美大部分 都是 醫學 來做美麗 變成 這是一個 風氣 就像你這樣說 每個人都去整容 一號病 二號眼 這個 在內地 其實已經有少少這樣的情況 第二 除了 這個文化 之外 還有就是 大家一窩蜂去做這個行業 那究竟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 努力 就是說 你是不是真的 做這個行業 第二就是 現在大家都封了 去做這個行業的時間 你一定會有些 就是不合規的事情 出來 有些可能趁這個時間 又去賺錢 小小的又開 所以其實我想 這幾件事 合在一起 就令到 我覺得 為什麼我之前都說 擔心這個行業 會受這個監管 因為這個行業很賺 但是也都 最容易出事 是啊 因為你究竟 好像那時候 香港也試過的 究竟你是用美容 還是醫療 角度去做這件事 如果是的話 很不同的 一個是醫生 一個是美容師 那你變成是兩件事 那你中間就可能 很多 踩到鋼線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個是 文化方面的 第二就是 要打擊 你不要做生意 亂來 搞到到時候出事 那就麻煩了 因為醫療事故 我自己就覺得很輕手 說真的 你用一些 正路醫學的東西 當然我們不是專家 關於醫學方面 總之沒有醫療事故 就是好事 就是你做這些醫學美容 你想弄的地方 弄到就可以了 但是重點是 當 譬如文化部 可能出過一些公告說 不鼓勵這種風氣 他只要說不鼓勵這種風氣 其實我猜 市面上 有六成小的醫學美容譜 自己會不做 因為你慢慢會加強監管 當加強監管 或者不鼓勵 不鼓吹的時候 可能都由 由教育部開始 就像根深蒂固 去告訴別人 接著別人 就會慢慢遠離 等於 這些 我自己覺得 醫學美容 是 我自己覺得 我也喜歡看到一些漂亮的東西 但是反過來 你一去到那個討論 就是 身體發膚 去到那些傳統瑜伽思想 我這樣扯扯到好像遠了一點 但是我真的很認真 很想說 這件事情 也有機會發生的 就是說 大家 有一天 不再 給你整容 或者覺得這些 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就是 那個監管可以很強勁 是的 你有時候 也想不到 也感覺到現在 那些規矩很嚴重 每一樣東西都很嚴重 譬如打教育股 打到很嚴重 打到一個位置 就是說 你盡量不要盈利 這樣 那你教育 我開一間補習社 開一間學校 我都要盈利 我沒有盈利 怎麼養員工 我不盈利 我怎麼維生 那條線是 跟著 譬如之前打手有股 都打到很 那些官媒的評論 是貼到很 很面目的 其實 應該說很深 是的 打得很深 即是他不斷說 不鼓勵不鼓吹 以前是怎樣 不鼓勵不鼓吹 很輕手 就是告訴你 兒子好讀書 不要打那麼多機 不是 他直接 設了一條線 在那裡 那個線是一個稅數的線 直接去到 一個定調 或者 騰訊自己都很聰明 他說 課金率不要去到四百元 就是他特地用了一個金額 來 管轄了自己 所以我覺得 到何後的監管 每一樣東西 都要用線來劃分 是的 即是 要用長方形 或者正方形的 圖 lie 是 絕對是 你看到三條紅線 對內房 打壓 什麼叫打壓 是的 那三條紅線,你們可以遵守 規矩啦,規矩啦 大家有實體的東西,實際的數字 沒得爭論,地方政府也好,怎樣也好 你跟著這幾條線去做 不要到時候說你又鬆一點,我又緊一點 現在你到補習那些 補習那些就不是不給你賺錢 不過他看到現在對社會的亂象 譬如說一種不健康的發展 你趁這個時候,有很多人就出來賺錢 那究竟他不是不想你讀,不想你補習 但是那種,就是說有些人希望出來賺錢 而令到那個現象是出現扭曲了 就是補習本來很正常 但是是不是有需要呢? 是不是那些人純粹賺錢,所以大家要迫著補習呢? 所以現在其實醫美也是一樣的原因 如果你說是正常的醫學業務問題 但是你如果說是美容 但是你又,一些是涉及到醫學技術的東西 那你如果是醫生做也沒問題的 你在香港這樣而已 但是你說不是的,又是一些美容師去做一些過了界的事情 那這些又涉及到危險,風險的問題 第二,涉及到大家可能又是一批去 趁這個時間,大家就去賺錢才算 所以其實這種打壓我也是正常的 還有你剛才說過,他現在不是在用炒作 即是芯片那些,價錢太高了,炒作而已 這個我也明白 這個是用了措施的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現在警戒定 但是接著就政策出台了,我覺得 所以醫美股其實今天就不太跌 原因我想你看到那些醫美股 在教育玩快出事的時間 醫美股已經先走線了 這個就是我們要看內地政策的時間 要看的一些事情 即是你從他們今次對互聯網 跟著教育,你可以想到哪些可能會是下一批對象 所以醫美股是其中一樣 你再上個禮拜就正常是奶,奶淚 所以你三孩政策 人的生活,成本各方面 你以為三孩政策幾個板塊都行 誰不知幾個板塊都跟你們 全部關閉 即是你見三孩政策每個板塊 語頁股我買些,教育股我買些 即是遊戲股我買些,沒有死啦 這些都是受惠,誰不知受害股 難搞 即是有時候,我說現在的市場 你猜不到是什麼 我又隨便按一隻 按一隻二、三、五、七出來看 上個星期我們還做節目 我跟另一些嘉賓有時候 這段時間,即是大家紅天競賽 或者有些打仗感覺那些 就行了 誰不知這些一輪就輸了十三個百分比 正常這些股票是不動的 現在都動得這麼離譜 真的很難解僱 很難解僱 你覺得是不是 我說到這樣 我覺得如果你把全部的東西放在一起 你就真的很難解僱 是啊 所以我們就要專注 即是你把這麼多的政策 堆在一起 好像每天都要 是的,很多東西要研究 報紙也看十幾份 真是可憐 即是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一定要看 但問題是如果你是投資 你就照自己再專注一點 譬如我們說的 或者你自己 究竟哪一件事是你看 或者你值得投資 或者你認為 你不會各樣的政策 都跟你有關 你不會整個組合裡面 各樣都有的 除非你真的這樣 你就要小心 然後你看政策 然後你偷回來了 正常投資者也不是 或者你從這個政策 你想到 有些東西我不可以碰 不如不要碰 或者有些東西 我現在應該要沽了 那你從這樣去整理 一個組合 就多於說 你跟車太貼 如果你跟政策 跟得太貼 去做事的話 那你就可能 真的 左搖右擺 或者是 變了覺得自己 真的有少少頭瘋老丈 哇 樣樣都好像有分 樣樣都不知道怎樣 那變了 我想是要 focus 還有就是 明知道政策 是未來的 那你就要避免 是 我自己八月沒什麼貨 原先想入一隻 都沒有入到 不過應該也有升的 說的是291 也是觀眾朋友 也有問 說的是華韌啤酒 那箱底 是呀 箱底 就是八月二號 那個人我看到 碰到箱底 都想賣一點點 不過最後沒有賣到 觀眾朋友可能有買了 那75元入的 那有沒有機會回到家 我也是頗高的位置 很高的 這個華韌啤酒 因為我就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這位觀眾 I am a 年七十幾元入 我如果給我買 就五十五元 那棍就買出來 因為箱底都很漂亮 很明顯做得出來 而這個 理論上就沒有什麼 國策風險 除非跟你說 喝得多啤酒 傷身 不好 你說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機會高不高 我又覺得沒有這麼便宜 那你每天都這樣 你真是 邊奴鼓 立含量超標 是不是 農夫水 喝得多都不好 我也覺得未至於 所以 大家打趣 或者搞笑 可以拿出來說 我覺得 清啤潤啤 九六三三 應該理論上 就真的不受影響 我想就沒有關係的 反而你煙就有影響了 是的 是嗎 你的啤酒 又不是說 如果你 茅台也不同 你喝茅台和喝啤酒是兩回事 不過茅台也跟291那些 一直在高位坐下來很多 是啊 我見A股 去茅台什麼酒櫃酒那些 都跌很多 原因其實就是 因為茅台炒得太厲害了 不是股票炒得太厲害 是酒本身炒得太厲害 那些價格本身飆升上去都不合理 那就是另計 但是你看看啤酒股 譬如說 華原啤酒 青啤酒 我覺得它金浸跌下來 其實也有少許過了 當然你的買入價就高了一點 但是你說要落到五十幾元 六十元以下 譬如華原啤酒 我覺得有少許過了 我覺得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股值太貴 那你譬如 海底撈那些 股值這麼貴 都要落回來了 所以變成這些全部 那一陣子都跟跌 第二 就是因為今次 那個水災問題 還有 我們今年 就不像如期那麼熱 所以 啤酒 就很受天氣影響 都很大的 但是我覺得 現在開始 就起碼跌到這些位 都未算是便宜的 但是 就起碼回到一個 合理一點的價格 所以我想 有些資金開始 是買回了 但是我未必那麼快 真的沒有那麼快 說回到你那個買價 因為如果回到你那個價 其實 現在 我們就算預期 今年的股值來計 其實都是貴 所以 短期 第一個位置 先看65元的位置 如果你真的走進 拿著這麼高價的貨 你看到時候 會不會退 還是去呢 我也建議你 可以繼續拿 如果真的看中線 一點點 都上去70元 樓上的位置 會好一點的 九月幾十月 看看全運會 到時候會不會 又喝啤酒 看看全運會 希望到時候 幫到散戶 距離的買入價 現在走 就一定不要自洩 我覺得 剛剛才是 箱底上來 價位很貴 這些 二千 即是十二萬一手 是的 我也不希望大家 這麼招致損失 就先坐一會 這些 守得到的 都守的 你也有持貨能力 買得懷孕啤酒 如果政府喝 我心信 那就是一手 你還了七十幾元 都真的入場費很高 是的 讓我和Kernita 喝口水 轉過頭 很多朋友都有些題目 轉過頭 一次過 回答觀眾朋友的提問 好嗎? 麻煩 給你一個機會 在股海尋賭堡? UPTV全新節目 出奇製勝 將會有 小貞、紅磡索羅斯、唐牛、K Ho 連同花旗上市 衍生產品部副總裁 麥榮儀做嘉賓 每逢港股交易日 星期一、二、三 朝早於不同時段 和大家分析大事 教大家怎樣利用其他衍生工具 找多些機會 來啦 炒股票想贏錢 其實非常之容易 記得留意我們UPTV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 不同的財經分析角度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UPTV Channel 如果想知道財經消息 想知道最近哪隻股票 買得過 記得Like我們的Page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留意我們的節目 Bye Bye 學投資 之後就成功地憑著自己雙手 賺到少少微利 或者大家很喜歡講的第一桶金 大家好 我是比比 想不想多些見到我 想的話 記得Subscribe UPTV 大家好 如果想聽多些財經故事 或者看多些美女聽我的分析的話 Subscribe UPTV 如果想看更多財經資訊 大家記得留意多些UPTV啦 啊! 我的頭很痛啦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財經資訊 如果大家想收集最新財經資訊 貼試資料的話 記得Subscribe訂閱UPTV啦 大家好 我是Vivian李卓榮 如果大家想緊貼出資訊 財經的最新資訊和聽我的分析 記住就追蹤UP!TV 我們UP!TV等你 快點訂閱我們UP!TV 好,一次過回答觀眾朋友問題 先回答1772 有觀眾朋友166元入了禁風里業 回家鄉應該沒有難度 因為Trading Range 經常都做到700元給你 所以都不用怕 今天就跌9元 跌到5% 另外一些觀眾朋友問 1772現價位可否部署一下 關於鋰電池股票 其實上個禮拜 或者前個禮拜 都仍在升上禁風里業 比較強勢一點 亦都沒有回頭的跡象 現價位又靜不靜得部署一下 其實我覺得都有一個直播 當然,如果你看到今天的價錢 就真的下跌了 甚至線又穿了 接近天線的位置 那你說由180多元的位置 現在都一成多了 我覺得如果在165元附近的位置 其實都有那個靜學率的 差在就是說 你是不是也打算買一手 那如果你買一手 你看看一百多元 或者會搜不到 穿到那個位置買 如果你想想買多一手的 那你會不會分注呢 因為這些股份 如果你說行業沒有問題 說它本身的基本因素都沒有問題 尤其是早前收購了一些利礦 所以只不過是說股價要消化 至於近期的市場這麼錯 那你說要下跌100多元 或者穿出也不奇怪 但是我覺得你看看一百六元的位置 搜到 還有一些位置買 如果搜不到的時間 就可以看看會不會退多幾元 那我不覺得相差太遠 回到上次的高位的機會很大 那麼說完這一隻就說一隻一二一日 那麼他都被阿迪都說那些刀片電池 說Tesla都想問他拿貨 今天跌了4%下來 之前比較強勢的一隻股份 以為他一支箭就衝上去300元 我真的覺得早這一天是會的 是啊295我以為不會回回來 誰知道世事往往都不是我們掌控之內的 哇你炒了Tesla也很錯 第一又貴 第二又錯 其實都挺害怕的 其實開一二一一的證股 老實實實 你怎麼看的 其實這半年 當然你說上升軌這段時間 做到一個很好的表現 特別是五月尾開始開車 到七月中旬 喂你怎麼買都贏了 一百四十幾元買 但是到了這些位置 究竟價錢是否吸引 還是真的有機會坐到二百元以下呢 一二一一 我想二百元以下 除非有一些很不對版的東西 否則的話 如果你從他現在目前的業務發展 或者是最新的數據看 我就看不到金浸再要下去 上次下去 是因為整個 整個市 尤其是新經濟股 新能源股 一層這樣滾下去 但是曬完之後 它上升得比滾下去更快 是的 所以我不覺得 這層要再下去 去回那些位置 你說想回去 接近三百元的位置滾下來 正常 因為你始終這些 由這個二百元穿了一二百元 接著上去差不多二百元 即是升了一百元 升了一百元 你想一下 就是幾個百分比 差不多四成幾五成 所以你說現在這樣下來 都很正常 我覺得有貨還沒有 這個朋友沒有貨 他說想賣一二一一 沒有貨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不過今天才算是第一天跌 我就覺得會看定一點 因為這些股份 升跌都可以很快 是的 所以你說二百多元的位置 我覺得未到是很吸引的水平 我想起碼都看回二百五十元的位置 或者樓下的位置 理論上 給阿迪不會有太多國策風險 這些也是他打過內需 還有他都想達到目標 做到那個電能車 不知道多少年之後 大家行電 小融有的 理論上 大方向是跟中央的想法一致 是的 不過股價有沒有機會 回到二百五十元買 安全一點 是的 我覺得就是 我會等 你說這些股份 你跌一天 加上就是 我經常都說 它升可以有急 跌下來 都可以 有上限的幅度 當然今次我覺得 不會回到那些位置 但是 所以我覺得 如果二百五十元 或者樓下的位置 都可以保住 是的 Bianca問一隻八百三 中海油 現價入了 短線怎麼看呢 現價入我估計 八元入 今天都上上落落 你當你今天的低價 就7.9 拿中間線 就當你八元入 剛才說完 電能車 要用的就是電池 先說說油線 油價又好一點點 不過 接下來 會是一個點的趨勢 再加上譬如 八八三、八五七兩隻 你會不會都推薦 可以部署一下呢 其實我真的一般 不過既然 兩隻都有人問 八五七和八八三 既然都買了 我覺得你真的 唯有看著油價 但油價 起碼上浸 油棗開完美 然後上星期的 庫存又增加 所以油價都下跌到差不多了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 就是我勉勉去追回落後 你見今天很多股份 其實都是落後股升的 所以都不排除 這些股份都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事實上 下來的股值又吸引 所以如果你本身 在八元附近的位置買了 我就不會看得太進取 我打算看上去 八個半、八個六的位置 我覺得差不多 下跌不會升得太大 那你如果買了 你看看會不會真的 穿不穿到我剛才所說的 八個六的位置 穿到你就可以看高一點 否則它穿不到 你就算它下跌 你也是看著八個半的位置 來去移動 那下面早前 下跌到七個六的位置 那些位置應該 希望可以守得 那些位置 如果失守你就會移動 兩隻其實都是差不多 近期 尤其是八八三 躺著這些位置 我相信 趁勢也有些反彈 純粹我都覺得反彈 但反而八五七 好像還是慢一點 又升得慢一點 它好像還未找到低位 那如果沒有貨 我就覺得 看定一點 但是它上次 就去到三個二 那些位置太深 真的受到善 好像八八三 好玩一點 是啊 如果你兩隻比 就算那個圖也好 都是八八三 好像比較漂亮 或者相對 要薄反彈也好 它好像比較安全 是啊 安全很多 為什麼呢 圖表上提提 就是 就算無論任何低位 拿了貨 那它也不用怎麼坐艇 我只能夠說 就是以今年 用半年結去計 就是從二月開始 就是你說最低位 那你當七十三 你拿到就厲害了 譬如你說高位的九元 那些是要輸的 但是它也碰過幾次 八個多元錢 給你看得回 就是 不要說輸很多 輸少少 它也有 它也會派的 雖然你說 派聲是不是超級理想 未至於 但是會比剛才的八五七 這樣 不過我也很認同 Condita所說的 關於油價 你接下來科斯型Q3Q4 不會有太多利好消息 大家都去平平穩穩 那麼疫後復甦 是不是這麼重要 今天有一個重點 就是在美國 以及加拿大 那個 開放 就是他們 他們可以 對 邊境可以開放 究竟是不是打了 就是國家打了七成人的 疫苗接種 就可以完全無風無浪 關於Delta變種病毒又如何 如果 美國和加拿大的邊境 可以開放 我覺得 環球經濟的復甦 又真的有點止一可待 嗯 我想起碼 就是信心 嗯 第二 會不會都 它那邊開放 那大家看著 看看 究竟它那個行程 怎麼樣 是啊 就等於英國而已 你英國呢 它也是 就是在議員裡 覺得這麼多人打了疫苗 所以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的限制 那它覺得 那你加拿大 美國又開始試一下 那你其他地區 可能會相對 又會慢慢地鬆回來 會啊 那你大家都是一個 仿效性質的 你看到 人家都沒事 他又沒事 不如我們都試一下 局部開封關 就是香港和澳門 慢慢地鬆關 當然此刻未必可以 但是我猜 其實都應該只是可待 那些疫苗不是打完之後廢的嘛 如果你打完疫苗 都是大家互相隔離的 就是你又有你的 我又有我的 我又過不了你的那裏 那整件事很無謂 我猜這件事不會這樣的 打疫苗可能 我們聽醫生說 其實最主要就是 不等於你不會中招 你看現在很多都是的 就是說 有些再確診的 都是打了疫苗的 是啊 原因其實就是 你如果打了之後 你的病沒有那麼重 是啊 但是可能死亡率 又會低一點 所以其實已經幫到醫療系統了 所以其實我想 就是概念上就是這樣 看看會不會真的 除非你變種 又有些 好像你說的 又難說一些 但否則我想 大家都看著了 看看究竟 自己有沒有條件 別人開了之後 究竟情況是怎樣 是 所以都要逐步逐步來 不可能一下子 好 觀眾朋友問一隻 623 高息股 有貨 想請問前景如何 可否長期持有 說香港電信 這隻就是高息股 百分之百派息的 是啊 所以如果你本身已經有貨 不知道你多少錢買 如果現在的息率計 都有6厘 是啊 我覺得在現在的市況之下 你本身有貨 繼續拿著 起碼把組合平衡一點 就不會太過風險 雖然它其實 下降不少的 所以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應該可以繼續拿著 是啊 現價可不可以部署一下 這個隨政是19號 如果是 19號 其實 有些真的是這樣 有些投資者就是 喜歡收息的 在收息前就會買入 還行不行 很少跟你說這個 我自己小時候 都用過這個策略 偶爾行 偶爾不行 偶爾就是隨政那天 哇 那5個百分比 那5個百分比 如果你拿重貨的話 他怎樣 給你一個息率賠償 你呢 你都沒有意思的 好像要坐著股票 到息率派送 他也是的 9月2日才是派息的 就是6823 那究竟 是不是個別股票不同呢 而今時今日 這個 就是叫做股海的 可能十年前 真的挺金科玉率的 為什麼呢 你少一些科技股 或者行指都沒有這麼錯 你現在隨便一隻股票 每天都起碼十幾百分比 上水落下 是不是 那你還跟你說 六里息也沒有用 那這個方法還行不行 其實我想真的要因時制宜 那現在的情況 又說的是另一件事情 就是你說 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收息之後 除靜的時間 其實股價就會反映 那所以你收完息 等於你真的賺價 除非你只是收了息 股價當下又升 那你就財息兼收 其實就是很難 其實是很難 所以變成 其實呢 我說的是 為什麼有些人 就會在收息前 他會去買呢 其實他這種買法 又不同 這種做法呢 就是說 你拿一整年 譬如買浪人股 你拿一年 他才收到息 現在我可能拿十幾天 我已經收到息 但是我是長線的 我不是只是幫他 除證完之後 股價升我就會沽 但是起碼我不需要拿一年 尤其是現在近期的 下回來了 我拿十幾天 我已經收到息 但是我也是長線的 那你變成了 起碼這一年 你不用捱了一年 當然股價升當然是好 所以其實呢 在說兩件事 你如果想著短線 我覺得未必 就是說 不過他財息兼收 現在很難的 還有他也走了半年 他也有十幾天 說真的 今天反而放了一棍 我覺得 如果你說 你有貨就繼續拿 如果你沒有貨 可能下回到十個 十點五五的位置 才拿 都逐還好 會不會都這樣看 如果沒有貨 我覺得是 就是你如果想著 只是收了息 然後就打算 打算 這樣就真的不值得打算 下回到這位置 如果你看回十幾天 其實真的 都 收息之餘 現在這樣的環境 你持有部份收息股 都是合理的 平衡的組合 你都害怕的 每樣都要這麼刺激 有時候有些真的很刺激 還有一些不是跌 一天就跌完了 譬如這樣 剛剛看到6186 中國飛鶴 那幾天跌完 又跌多5%下來 不斷跌 不斷跌 一政策 對 難搞 好了 要Carnita回答這個問題 比較技巧 2318 記憶 2318 2318 就是平保 覺得這支股票 很多人都坐著 原因就是 他本身之前 有些投資在債券 所以 他多犯業務 銀行 保險 我不說了 平保很傷心 但是一直以來其實他都好 如果評寶運作是比起中人壽 他的管理方面是好的 但是這一層掉下來 其實他都不弱過中人壽 我說掉下來那一刻 如果有貨 我想先拿著 因為你看到開始有一點點 叫做真的追落後 你看到內銀也升 但是這隻 我想真的要守 如果你說要守的話 如果你有貨你拿 但是你說要追落後 我就會看定一點點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跌定 如果你未見到有什麼因素 令到他說真的可以 有些催化劑真的見了底 我覺得就還未需要這麼急 起碼都要試上次61元的位置 是不是真的能守得到 如果那些位置再次下來 如果真的能守得到 我覺得就才會模仿 但是追落後不追落 但是這位置就不要減 我也很認同Kandita所說的 因為為什麼呢 那圖表你看看 跌到這麼深 他有兩三個假反彈 又減回去 假反彈又減回去 所以我自己 如果 我也想買一點點平保 其實 但62元 62元 我長期 這個月之內 我會設定一個目標價 就是62元 62元 是的 入到就入了 我覺得62元就沒什麼得輸了 不過就不是在觀眾那裡灑 傷口灑鹽 就是說 你說溝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去到62元 61元 你溝 到時就可以將你的平均馬鈴價 打回截頭 不過 也是失望的 就是平保 真的是失望的 好 轉個角度說 開心點 有些觀眾說 Kandita今天穿得很漂亮 是嗎 多謝 是很好看 是很好看 扭曲了 是最多很好看 好 轉個角度說一下小米 110小米集團 26.8毫半 有觀眾都說 Kandita怎麼看小米 短期有沒有機會上到29元 另一位觀眾就說 小米和2382 二選一 二選一 2382 sorry 順雨 選哪一位好呢 單獨個別 說了一百零小米集團 有沒有機會上到29元 29元 我想你看明天雷軍 雷軍明晚會有個表演 所謂表演 他有個周年講話 他在微博上說了 明晚七點半鐘 就會有個周年的演講 你知道雷軍登場 大家都有期待 期待就是除了去看說什麼之外 看看究竟有什麼跟進 有沒有新技術 對 因為每次三月的時間 你見他又出來說話 然後介紹很多產品 我記得那次股價升了幾元 去年有一個周年講話 又是股價升了幾元 當然我不可以說 這次是否有應驗這件事 但是雷軍寫微博 寫得很勤力 所以我覺得他這麼早就預告了 大家都有期待 還有小米也是一個消息面 很亮麗的股票 就算他自己出的消息 都是一些好人好事 不會像九九八八 這樣出一些這麼負面的消息 就是無論他自己公司 還是官方媒體報 親小米通常都是蠻聰明的 是的 還有最近尤其是香港這邊 消費券都有幫助 不過香港市場始終對於來說 都是很小的 但是幫到一個氣氛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貨我就會等 二十九元是不是這個回合呢 不敢說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看今年 我只想回到二十九元三十元 我覺得不難 所以可以先拿著 如果沒有貨 你就看看你博不博了 看博不博 今天他都沒有什麼動作 是不是大家真的等著雷軍出場呢 是的 如果是的話 這些位置我又覺得你也不模仿 如果26個多 26個半 我都無妨買一點 看看會不會真的有沒有東西 到時會不會 如果到時他真的有 有些好東西出來的 那你再加 到時可以再加 所以可以 買一些先 有貨我都會等它 是的 他都有一個 trading range 兩三元兩三元 看看觀眾朋友怎麼看 剛才說2382信譽光學 這隻會不會看好一點 今天要跌 信譽跌5.6 大概是2.1% 都是在高位 應該是鎖定利潤 落回20元 落回那些橫行區間 差不多 他由260元 就是這幾天 這樣就回來了 我自己覺得應該就差不多 這隻我都可以接駁一個短線 我就不太敢來做長線節 第一 這個升到這些位置 當然你說第四季 關於手機的消息應該是比較多的 大家都在想什麼時候有在生機出的 所以現在這位置 譬如230元以下的位置 都有那個直播率的 但是看短線部署 但是你說安全一點就是一隻小米 但是你說進取一點就選一隻 信譽 1810 就直接安全很重要 其實你說真的 就是今年你看回小米的圖表 都是2-3元 2-3元 虧了也虧不到 接著賺又不會賺很多 除非你很划算 就是說24-25元 都落到貨 那個玩法有點不同 好了 觀眾朋友就想問 13 和黃醫藥 69元有貨 是不是應該保持住呢 距離買入價差兩元左右 前陣子 尤其是上個星期 有一棍夾了77元 現在就走回六十多元 這樣是不是都相對穩定 這隻股份 其實 他現在就在橫行 65元 68元的位置 就是這幾天都是這樣 但是就有一點點 就是看看你博不博 就是有些擔心 就是你這樣橫行完之後 究竟是向下正向上呢 因為尤其是這些是半身股 他第一天就升得過了 那現在下來 大家在橫行完之後 接著你如果真的 那時候買的 高位追的就沒得說了 但是你低位一直想回來 現在這位置 其實又不能去的話 隨時可能又再試低一點 是啊 如果69元有貨 我就有一點點偏向 就是退了去的 打和的時候退了去 這位置可以控制風險 因為你本身不知道是不是 是否橫行完再跌 還是跟著飆上去呢 我覺得現在這樣看 似乎再要下的機會 好像大一點點 所以變成安全一點的話 就看著 打和或者現在的婦人的位置 60元 我剛才都說了 68元左右的位置就差不多 那你看定一點點 我剛才給你那兩位留意 那OK 那轉個角度 說說669 創科實業 那這一隻 有觀眾朋友 就105元有貨的 需不需要紙賺呢 我都賺了接近四十多元錢 五十元 那都很厲害 拿一隻669 拿得很好 那這一隻 需不需要紙賺呢 是不是應該先吃了護膜 那個篩子就好像還有 還有啊 是不是 那我就寧願訂一個紙賺位 那我會博士看看 金浸還有沒有條件 就是不會穿上次153的位置 還去不了那些位置 那掉頭 或者穿回來150元樓下 現在你看看會不會再上去 都上不了了 那你就可能 移一移 但是我會叫你減 因為其實看回 它本身基本因素就沒問題 這間公司做的東西 真的很好 還有那些產品方面 他們都很肯定 只能做研發 推過過 就是新的產品都多 那變成了毛利率都頗高 那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說升了那麼多 會不會借勢 有些調整不出奇 但是估值就不是便宜 那叫做都 就是不是便宜的了 所以變成我建議說 為什麼 看著 如果150元 或者上次的高位 破不了 下回來 150元的位置 那你就退 那另一個做法就是 因為我剛才說 它基本因素這麼好 現在你拼拼美國 復蘇 因為主要市場在美國 是啊 那如果美國真的慢慢好一點 那會不會 尤其是你現在 美國都說 加大發 加大投資 那所以 留下部分 又行不行呢 如果你差很多就可以這樣想 美股就不斷破頂 其實港股跟著就好 不用捱在兩萬六千多點 就是有時候我也覺得 現在美股升到這麼嚴重 完全是脫勾式的了 是啊 美股就美股升 港股就港股 有時候當然跟著很久的股市 你會坐上去 有時候香港就私人讀潮水 不知道想怎樣 資金 是啊 資金是有影響 還有就是 美股對我們影響 是之後做一個震 真正似乎都是受到 我們自己本身的一些公司的因素 或者政策 就是這兩個禮拜 政策的因素 那麼節目最後 還有三明兒 Patchman 中手油 這樣就升回2.3% 會不會看好一點呢 都重創的 你都不是說 就是由四個 不要說五元那麼頂部 就是四個半左右 現在都差不多跌了 那多少錢 沒有的 問一下純粹現價可不可以進去 關於中手油 是的 就是我覺得風險 風險未完 OK 因為你現在在說 手油的政策是怎樣 那當然風險就在騰訊上 但是你說整個板塊 會不會在這段時間呢 其實最擔心下一步是什麼呢 政策又出來 如何限制青少年 就是玩遊戲等等 但是上次不要忘記 2018年 最主要影響到騰訊股價下跌呢 就不是那一刻限制青少年還機 而是停了出版號 是的 停版號 如果你現在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那如果你一停的話 這個就會影響還未完 所以我想 中手油可以先看好一點 政策通常如果出了 就不要第一次立刻跟 所以就可以看好一點 或者選擇其他 明白了 那今天非常多謝 進財資產管理 投資策略總監 和麗瓶Konita 幫我們分析大事 以及回答我們 網民和觀眾朋友的提問 Konita剛才提及過的股份子 有沒有持有呢 也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 那我們下個星期一再跟Konita聊天 喜歡我們的頻道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明天同樣時間 再跟大家才智通聲 謝謝Konita Thank you Bye bye